看眼前这个大爆牙智力低下小胖孩 你可能怎么也不会想到 他竟是泰国王室400多亿美元财富的第一继承者 泰王马哈清定的下任接班人 更是泰国6900万民众的下一任国王 仍如其貌这位小王子患有学习障碍症 15岁了连鞋带都不会系 在严肃典礼上他把公主举高高 弄丢了勋章惹泰王当场黑脸 他还经常被送到德国之脑子 一度被外界认定为患了先天不足症 相反他的哥哥姐姐们 个个都是人中龙凤深受百姓爱戴 05年出生的他年纪最小 亲妈又被贬成尼姑无人依靠 他究竟凭借什么能稳坐主君之位呢 低能而即位又是否预示着泰国在自取灭亡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位泰国国王第一候选人 提帮公王子 要说这父亲泰王马哈 除了看起来有点虚 其外貌也还算正常 母亲希拉米王妃就更是泰国出了名的美人 怎么他们生出来的儿子看起来就稍逊那么一筹呢 其实啊 这提帮公小时候长得还是挺可爱的 马哈也是直接将他作为继承人培养 作为最富有 王室唯一公认太子爷 他从小就享受着最顶尖的教育 上学有豪车接送 进了教室 连老师都要向他朝拜 可随着慢慢长大 提帮公的气质里却多了几分 傻憨憨 甚至经常在各种重要场合出丑 比如说在老泰王 普密棚的世事大典上 所有人都严肃庄重地进行着仪式 可提帮公却在后排一把抱起了二公主 思蕊凡 在那嬉笑打闹 把二公主吓得够呛 连忙小声制止 提帮公更是来劲了 直接把他抱起来举高高 当时王氏解释称 这只是小孩闹着玩 可民众并不买账 在祭典先祖这么庄重的场合 开这种玩笑绝对不正常 果然在2016年 泰王马哈盛大的登基仪式上 提帮公再一次暴露 呆傻的本质 首先呢 他光是站在那儿 就能让不少人吐槽呆滞 后来匍匐跪拜的动作 也让人不省心 别人几秒就能做完动作 他愣是生硬地拖了好久 在登基仪式当天 泰王授予了一些王室成员封号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 要立这个小王子 提帮公为储 而就在泰王亲自为他授予 王储勋章时 为了不让他掉链子 还特意让身边的随从 给他整理了一下 可没想到他起身的时候 还是把这神圣的勋章 弄到了地上 惹得泰王马哈当场就变脸了 黄金国戚 满朝文武都在场 空中弥漫着 浓浓的尴尬味道 这反常的一幕幕 也被无数的镜头捕捉 让泰国民众们瞠目结舌 也成了大家认为 提帮公是低能儿的铁证 在泰国 批评王室成员是违法的 更何况这可是泰国的王储 但提帮公的情况实在太特殊了 泰王只好将他送出国避避风头 让他尽量少出现在大众视野 而实际上呢 这期间 提帮公常常被秘密送到德国之脑子 可以看得出 泰王瓦哈为了保住他的王主之位 也真是费尽了心思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问 难道偌大的泰国王室 就非得找这么一个不聪明的儿子 当继承人吗 其实比提帮公更适合继承王位的人 实在太多了 毕竟这泰王瓦哈 可是出了名的风流成性 六次结婚四度废妻 还曾挥霍百亿 取悦后公团 留下的子嗣自然也不少 咱们先来看看泰王 其他四个高大英俊的儿子 老大是法学博士 老二是律师 老三是帮泰国穷人 看病不要钱的好医生 老四甚至还在联合国工作 致力于积极打响 泰国的国际名声 可惜这四位王子 不管多优秀 都从未被马哈承认过正统身份 甚至还从小就被赶出了泰国 原因就在于 他们都是由泰王第二位王妃 余娃希达所生 余娃希达从小就长得青春漂亮 十四岁就出道成了泰国非常著名的影视演员 被泰国国民视为白月光 十七岁时因为一场演出 他认识了泰王马哈 两人一见钟情 八年内生下了一个女儿和四个儿子 这造娃能力 不被曲禁文怎么都说不过去啊 可这泰王却十分介意 余娃希达的明星出身 在喜欢都觉得会掉了自己身价 愣是拖了十几年才将他纳飞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余娃希达好不容易如愿嫁进了王室 却在婚后第二年就出轨了 出轨的还是马哈手下一个六十多岁的空军元帅 虽说这马哈自己也不是什么正经人 肆无忌惮到处泡妹 但你敢律我 我就得让你身败名裂 他不仅发出通告将这桩丑闻公之于众 还把余娃希达连同四个儿子全部都赶出国门 流放到了海外 四位庶出王子 婴儿丧失了王位继承权 如今尽管十多年过去了 陪在太王身边唯一的小儿子 替王公治理堪忧 但太王依旧不愿将手中的权杖交给这四个儿子 而余娃希达唯一的女儿 斯瑞凡 则得益于高僧的一句 你这个女儿将来会是护国神兽 婴儿侥幸被留在了王室中 虽然她商业头脑极强 赚了不少钱 还多次代表王室出席奥运会和亚运会 可太王还是毫不留情地剥夺了她争处的机会 除了上面说的斯瑞凡姐姐和四位哥哥 提王公的长姐帕公主也非常优秀 这长姐帕公主是太王马哈和原配妻子 宋沙瓦丽的嫡女 不仅能力出众 还是美国名校的法律博士 毕业典礼那天 马哈就像是一位普通的老父亲 在雨中给自己的女儿撑伞 不仅如此 她的外婆家 还是在泰国实力极强的玉昆家族 在泰国王室都要占据重要话语权 目前帕公主已经被晋升为将军 在国内威望极高 可以说是天之娇女 而且帕公主也祭祀这王位很久了 可太王对其丝毫没有立处之意 毕竟在重男轻女泰国王室 立一个女性为国王 在泰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哪怕老泰王普蜜鹏曾打破规则 册封过女儿施林通为王储 但迫于王室其他成员压力 最终还是立了儿子马哈为王 而没能坐上王位的施林通公主 如今已经66岁了 还在给这风流成性 贪图玩乐的哥哥马哈处理政务 基于泰国王室已婚女性 不得干政的规矩 他终身为家 所以泰国王室即便是卧虎藏龙 目前看来最有可能即位的 依然是这位低能儿王储 提帮公 事实上提帮公变成现在这样 也是泰国王室近亲结婚 这一恶俗的受害者 泰王马哈自己也是因为一种 罕见病常在国外治疗 再加上提帮公九岁那年 母亲希拉米因为娘家贪污公款 被泰王马哈流放在外当尼姑去了 与一项依赖母亲分开后 又被新妻后妈利用沦为宫斗工具人 提帮公变得更加沉默寡言 当然也有传言说 希拉米被赶出王宫那天 他抱着儿子痛哭 对着提帮公王子的耳朵喃喃细语 有人猜测可能是 希拉米在那时 便受益儿子通过装傻来保护自己 毕竟没有母亲的照顾 一个九岁小男孩 单枪匹马 在这偌大的王室生存 是非常危险的 深藏在宫内的老太后一直默默关注着这一切 也十分心疼这个亲孙 无论如何都要为他排出万难 负他上位 即便他之前非常看不起希拉米 现在依反常态找儿子交涉 让他把希拉米召回来 照顾提帮公 实现母子团聚 大家觉得这个时势而亡的魔咒 是否会在提帮公的身上应验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中尽情讨论 在评论中尽情讨论中尽情论